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晚安 歡迎收看正常發揮 感謝所有觀眾朋友 在晚上九點鐘鎖定正常發揮 一起來關心 我們大家都很關心的事情 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兩天喉嚨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我的那個 聲音會有點卡卡的 會有點發不太出聲音來 可能前兩天我這個過敏有點嚴重 那今天到目前為止呢 喉嚨都還怪怪的 所以請大家見諒一下好不好 這個也好啦 我就少講一點 讓我們來賓多講一點 這個很多觀眾朋友 也希望這個來賓 多聽來賓發表他們的觀點跟意見 那確實我的喉嚨有點不舒服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 這個清談的聲音 請大家這個多多見諒 多多的體諒一下好不好 來跟大家打招呼 來 護衛的浴室你好 台北的朋友 還有巴西的聖保羅 新北市的朋友 士林的朋友 大家好 台南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 廈門的朋友 單身廣又正又帥 謝謝你了 對 老王卡卡 老王卡住 香港 還有廣州的朋友 你們好啊 重慶的朋友你好 新加坡的朋友 沒有中招 好大家放心都有快篩 快篩是一條線 這個沒有什麼驚喜 那看到兩條線是驚喜嘛 要嘛就是中了 要嘛就是有了 那我是一條線 所以目前都還好 都還好 只是喉嚨有些不太舒服 所以請大家多見諒一下 好不好 好 來 我覺得我們今天就直接 看看我們的這個封面電視牆 我們今天的節目 要談些什麼 在封面電視牆 都會告訴你 來 我們直接進封面電視牆 來首先我們帶大家來看 朝鮮的導彈 在這兩天 佔據了很多 國際新聞的版面 因為 這金小胖 不射則以 一射金人 他一射就要連射十天 而且十天射好幾次 而且每一次還不見得 只有一顆導彈 當然啦 這導彈射出去 引發了很多國際間的緊張局勢 尤其是美國 日本跟韓國 金小胖這一次的試射 非但把日本嚇破了膽 更有專家 學者在判斷 這是不是在幫中國大陸 還有俄羅斯出氣呢 中國 我們愛好和平嘛 我們不喜歡跟人家吵架 更何況是打仗 所以面對美國的步步進逼 也只能想方設法的 來應對拜登總統 對俄羅斯來說嘛 現在俄羅斯戰爭 打到這個程度 要是一顆核彈針得出去 恐怕得面臨來自西方世界 更加嚴厲的制裁 以及譴責 我射導彈也不是 你射導彈也不行 那怎麼辦呢 所以金小胖的這個動作 是不是在幫中俄出氣 又造成了什麼影響 待會兒我來告訴你 而且要注意的是 我們從北韓發射導彈 日本 韓國的反應 以及美國的緊張情緒 對照一下 來台海周邊 不要再跟我說什麼 大陸犯台 美國出兵了 也不要再跟我講什麼 民進黨最會抗中保台 最不會投降 剩一隻掃把都會 站到底 不要再跟我講這些屁話了 我絕對不相信 各位 今天的正常發揮 除了在你關心 北韓發射的導彈 造成了什麼緊張的 國際局勢之外 我還要用北韓發射導彈 去對比現在的台海關係 我要踢爆美國 日本還有民進黨的虛假面具 一定要鎖定 好 除此之外 我們再來看 現在的拜登總統 當然抗中是第一名 我要跟你脫鉤 我航運要跟你脫鉤 我高科技要跟你脫鉤 我的晶圓要跟你脫鉤 我的半導體要跟你脫鉤 我的軍事要跟你脫鉤 殊不知現在的美國 好像欠了一屁股的債 這31兆超高的國債 會不會讓美國的霸權 被壓垮了 甚至導致未來幾年 美國的發展陷入停滯狀態呢 除了自己欠錢之外 現在更重要的是 油價能源的問題 儘管是世界霸主 美國恐怕也很難處理 尤其有消息告訴你 現在OPEC Plus 來OPEC Plus 誰在領導的 第一個 沙烏地阿拉伯 沙特 第二個 俄羅斯 普丁 兩個最討厭美國的國家 不要這樣說啦 應該是說 兩位最討厭美國的領袖 沙特跟美國關係是很好的 但是抱歉啦 現在長大權的這位王儲 痛恨拜登到極點 那俄羅斯更不用說啦 你整天制裁我 好不容易有機會 我要搞減產 這可讓美國緊張啦 今天就有美國的官員說 現在的白宮 講得真好 怎麼說 叫做 金鸾又恐慌 就是嚇到金鸾 土白墨 癲癲發作 然後恐慌症 甚至發作 會不會是因此擔心 通膨更加的嚴重 衝擊到 美國的 其中選舉呢 另外一個層次 在歐洲的部分 北溪爆炸之後 歐洲的能源 成了問題 現在沒有俄羅斯的天然氣 那就跟美國買他們的LNG吧 原來靠著LNG 美國賺了不少錢 但我要告訴各位 美國可能大失算啊 為什麼 因為炸了北溪 讓美國賺錢 卻連帶 也讓中國大陸的造船業 狠狠地削了一筆 所以是不是真的 美國失算 自己賺了錢 也壯大了他 最大的敵人呢 今天這場發會 都來告訴你 我們介紹的來賓 主持人第一位 郭正恩 亮哥 大平安 介文基大使 大家好 大家好 下面明明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來 我們進到 今天的第一張電視牆 大家應該有聽出來 我今天講話 其實是有一點吃力的 請大家多見諒 多見諒 我們來賓多談 來 我們把三位 六位 全部放在一起了 中日朝 是不是 一國 那美日韓 是不是 也是一國 我們先來看 來 金正恩發射射程最遠的導彈 而且飛越日本上空 有沒有覺得 有點耳熟 是啊 前一陣子 台灣上空 也有導彈飛越 不是嗎 來 我們來看 這是10月4號 從朝鮮的慈江道 大概7點23分 發射了一枚 中遠程的彈道導彈 就這麼咻的飛 飛過了日本 在7點46分 掉在太平洋 總距離大概飛了 4600多公里 是目前為止 北韓發射的導彈 飛行距離最遠的 而且各位 這顆飛行距離最遠的導彈 還有很多意義 比如 它是2017年以後 第一次有導彈 飛過日本上空 所以嗆聲的意味非常明顯 再來 這是北韓今年以來 第23次發射導彈 還有 這也是金正恩掌權以後 試射導彈 彈道飛彈 最多的一年 不曉得北韓最近 是在發什麼風 丟什麼膏 十天 射了一堆導彈 那當然啦 這些導彈 射出來之後 讓美國 讓日本 讓韓國 非常緊張 我們來看 前南韓的海軍軍官就說了 這個導彈 可能是火星12型的 中程彈道飛彈 最大射程大概5000公里 甚至可能直接打到關島 打到關島 那另外我們來看 這個火星系列 它也能夠打到美國的東岸 包含2017的火星15型試射 最遠如果打到13000公里的話 它是連紐約 華盛頓 邁阿密 都能夠 攔跨其中 那當然 飛過日本上空 誰最緊張 日本最緊張 所以我們看 日本馬上想了警報 包含電車停止啦 包含國家的即時預警系統啦 緊急信息的 網路系統 通通都 同一時間 提醒民眾 趕快去避難 連地鐵都因為北韓 暫停運行了18分鐘 顯然日本是非常緊張的 尤其我剛剛提到了 不只這一顆啊 各位 朝鮮在過去十天 發射了五次飛彈挑釁 就是要警告 美日韓同盟 我們先來看 這9月23號 雷根號停靠釜山 兩天後 它立刻射了一枚導彈 然後26到29記得吧 美韓聯合軍演 甚至29號 賀錦麗還訪問 南北韓的非軍事區 所以金正恩在28 29 連續發射了四枚飛彈 然後9月30號 美日韓繼續在北韓周邊 在中國周邊 在日本周邊 搞了一個反潛的演習 不多說 隔天我再送你兩枚飛彈 然後到了10月4號 中程彈道導彈第八枚 所以各位十天五次 金正恩射了八枚飛彈 那當然啦 日本緊張 美國韓國也坐不住啊 所以美日立刻要聯合反制 兩人通電話 岸田文雄跟拜登總統 譴責北韓 然後立刻十二架戰機的聯合訓練 而在韓國的部分呢 尹錫越也痛批 說北韓魯莽的挑釁 我們和國際社會 會做出這個堅決的回應 那麼甚至韓國的防長 跟美國的防長奧斯丁 也立即通話 說美方要用所有的軍事力量 對韓國提供延伸 要延伸威懾的鋼鐵般的防衛承諾 好了 除了嘴巴叫叫 聯合軍演之外 韓國也算是有種 他馬上在10月4號當天 你射是吧 你射我也射 所以他跟美國聯合 兩國各發射兩枚 就四枚的陸軍戰術導彈 彈道導彈 包含從F-15發射的 以及從F-16發射的 但沒想到有陸基 從陸地上發射的 我們來看 從江陵空軍基地發射的 這個玄武二型的彈道飛彈發射之後 卻因為什麼 不正常的飛行 他居然調回了基地內部 這畫面大家都有看到 瞬間起火 甚至發生了爆炸 把附近的民眾嚇壞了 說北韓打來了 還是戰爭爆發了 結果沒想到 是韓國自己的飛彈 打到自己 金小胖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間點 各位注意 不要只看南北韓的局勢 麻煩你放眼國際 在美中台三角關係 非常緊繃的同時 在俄烏戰爭面臨 決斷生死的時間點 在美俄關係 甚至整個歐洲大陸 面臨冬天快活不下去的 慘況之際 金正恩動作這麼大 難道是怕大家忘了他 還是真如某些學者判斷 他是在幫中俄出氣呢 來 兵哥 我個人的猜測 因為他最近有做一個 非常不尋常的舉動就是 俄羅斯宣布把那個四周 化歸他們自己 普丁一千說化歸他們自己國土 然後金小胖立刻承認 對 一無反顧的承認 一無反顧 對啊 比全世界都快 那他最近又不斷的 連續試射飛彈 看起來好像是在幫俄羅斯助威 就是你以為只 我俄羅斯老大哥只有孤身一人嗎 我北韓小弟也是負責在幫他 你以為你只注意歐洲就算了嗎 我亞洲這邊還有我咧 我幫我老大哥扛了 可是我認為他要傳達訊息恐怕不是這個 我認為他要傳達訊息 恐怕是另外一個不能講的訊息 也就是 北韓現在可能內部需要很多援助 哦 你說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 因為其實北韓的疫情一直是惠莫如生的 他一直跟全世界講說他好得不得了 都沒有什麼人感染 但是我想相信的人應該不太多 因為他基本上也沒有什麼疫苗 然後他以他的國家的財力 他也不太可能去做這些事情 據說他連體溫劑都不夠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你說他疫情會有多好 我是不太相信 我覺得疫情恐怕已經嚴重干擾到 到了北韓 那所以他必須在今年 你看今年他從1月開始就不斷的射 這次已經是第23次 所以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北韓不是一個有錢的國家 其實你一直不斷的試射這些飛彈 其實對他的財政上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負擔 那他為什麼還是要這樣設 我覺得他是一直不斷在提醒 第一個就是 當然有表忠的目的 就是跟中國大陸跟 俄羅斯這兩個老大哥說 我是跟你們站在同一個陣線 另外一方面也是叫全世界 不要忘記他 你知道在2020年的時候 當時 他就曾經很 非常罕見的表態過就是說 就算 那時候川普不是要跟他交好嗎 他說就算我們跟美國領導人變成好朋友 我們也不可能解除敵對關係 所以他在表現什麼 也就是他必須要站在中俄這個陣 因為全世界真正會幫他 大概只有這兩個國家 那他現在國內大概真的有需要援助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現在南韓總統是尹錫悦 那這個尹錫悦呢 在當初還是候選人的時候 當時金小胖也有試射飛彈 他就說 面對金小胖的飛彈 我們唯一的方式就是直接反制 直接打飛彈回去 他嚇你你就嚇他 只有這樣才能夠遏制他 所以這次尹錫悦真的做到 就真的發射飛彈回去 結果都打到自己了 只是自己掉下來 他怎麼會打到自己 什麼毛病啊 我必須說其實南韓飛彈發展得很早 他1970年代 就在普正西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發展 但是一直被美國的條約限制住 所以他一開始美國限制住 你只能夠各有發展在 180公里射程以下飛彈 然後後來慢慢隨著年月的推進 慢慢擴張到300公里800公里 那其實800公里就已經差不多 他就算在釜山 也可以打到整個北韓 現在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因為韓國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那他一直到2020年才解除 讓大家可以使用固態燃料 以前都送液態燃料 液態燃料有什麼意思 就是平常不裝 等到我要發射的時候 開始灌燃料 灌燃料就蹦再打上去 那個第一個速度非常慢 很容易被人家反制 第二個也就表示 南韓真正對固態燃料 這種大型的 因為南韓沒有核彈頭 所以他彈頭都很重 你知道他隨便都五百一千公斤 甚至他玄武士型有一型據說 他光一個彈頭的重打九噸 當然這是宣稱 到底有沒有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核彈頭 所以他必須要用這種 非常大大型的彈頭 去變成專地彈去打 因為北韓什麼不多 就是地下碉堡一大堆 對他就專門要去打這個 所以我在猜他可能對固態燃料的技術 掌握得不是很好 真的是蠻糗的 是所以才會出現這樣一個 非常落差的一個狀況 那不管怎麼樣 一些是做到他所宣稱的 你打過來我就反制回去 可是只是有點丟臉了 那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 北韓還能夠打多少吧 因為我剛剛說過 他的彩力其實不是很好 那你要知道 這每一枚飛彈 其實都是他們最新的技術 對他來講非常貴 而且他之前居然還展示了 他有超級音速飛彈的能力 所以這個都是 第一個讓我們訝異到 北韓的進步跨度怎麼這麼大 你看他的導彈技術 也不過就是這幾年 突飛猛進到這種地步 嚇死人了 我一直認為中俄一定有 技術轉移一些給他 那個錢都拿去弄腦袋 都不給人民吃飯 因為說真的 北韓人民那個東西 是要整個體系的改變 才能夠救得了 你單純只是用錢是救不了 所以我覺得他一方面 在發出訊息給中俄說 恐怕我需要援助 然後他也在告訴美國 你不要忘記我 你現在還在封鎖我 你是不是應該要來跟我 坐在談判桌上談判 我覺得他不斷在釋出這樣的訊息 可是問題是這個訊息會有用嗎 那再來我也必須講 人家日本的反應是多快 人家馬上給居民 北海道那邊居民直接發 國家級警報 然後叫人家避難 那我們呢 我們是假裝沒看到 對還說謊 真的很屌 真的很厲害 所以你不管日本政府做得怎麼樣 至少他把該有的資訊告訴了國民 那奇怪了 就只有台灣人會恐慌 日本人不會恐慌嗎 日本一樣恐慌啊 日本人每一次都嚇個半死 是啊 我反而覺得我們台灣人神經比較大條 因為我們台灣是個被地震嚇大的國家 被地震颱風嚇大的國家 所以我們 我覺得台灣人反而比較不容易怕 所以該告訴國民的資訊 本來就應該要告訴 至於有什麼反應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 我會認為 如果說中方 美方 俄羅斯 沒有一個積極性的回應的話 我認為恐怕金小胖會繼續射 我覺得他應該會繼續做這件事 知道 國際社會對他有回應為止 那小胖你到底要啥呢 啊 要什麼呢 是跟中國藥 跟俄羅斯藥 還是跟美國藥呢 各位這當中牽涉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 當然啦 對美國來說 把他們三個打在一起是最棒的 對吧 最好你們三個繳獲在一起 欸 繳獲的越深 我越好向國際社會來傳達你們的威脅論 可是啊 對中國來說 對俄羅斯來說 真的想跟北韓繳獲在一起嗎 恐怕未必 所以賓哥講的沒錯 是 我小胖弟幫兩位大哥出口氣 那兩位大哥是不是應該給 小兄弟一點好處呢 好像有這種味道在 我們來看 很多學者做出了相關的分析 比如這一位 這位來自俄羅斯的國際關係學者 他就提到了 他說這是不是代表俄羅斯跟北韓 準備要重建冷戰時期的同盟關係呢 甚至預料會以戰略聯盟的結盟的形式來呈現 更可能變成中國大陸 俄羅斯跟朝鮮北韓的三方結盟 這是他的判斷 那另外呢 也有美國智庫的這個學者提到 日本現在面臨很多的安全威脅 從北方的俄羅斯 南方的中國 那北韓也許現在就想利用這個 不穩定的國際局勢弄點好處 這個就剛剛賓哥提到的這個觀點 好 除此之外呢 這是首爾大學的學者也說 中美對立 臥二無的領土分歧 提供了北韓可以利用的良機 國際局勢亂七八糟 美國 俄羅斯 中國 各自有各自的難題跟挑戰 那這個時候 我跳出來射射導彈 搞一搞 是不是錢也有了 面子也有了呢 到底我們小胖在打什麼算盤呢 來 大使 其實我覺得這個 金小胖也是一個戰略高手 而且我覺得他是玩國際政治的高手 這個以北韓這個國家 能夠在國際上生存 他不只是靠本身的實力 他也很清楚國際局勢的發展 在這個亂局的時候 我覺得他展現他的怎麼樣 他的什麼 他的這個魄力跟他的膽識 一個領導人一定要有膽識 沒有膽識這個國家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帶領好的 你看看蔡依依 見到美國的那個 阿貓阿狗坐他對面 他都給人家坐三分之一板凳 真的 然後臉上充滿了這個 恐懼跟跟什麼 好像 這種恐懼跟感恩的心理 混合在他臉裡面 這種就是一連膽識都沒有 金小胖非常有膽識 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做這個 做這個 做這個 動作 我覺得他算整時機 因為 在這個東亞局勢越來越亂 越來越亂 而且韓國這個隱习藥 基本上 把它視為無物 基本上用非常仇視的態度 來對待他的時候 而且跟日本 美國勾搭越來越深 這個時候 他在時候一定要怎麼樣 要出手 讓你告訴 警告你 我不是好惹的 那他時機選得非常好 雖然這個之前是日美韓 在這個朝鮮外海 進行反潛大演習 好幾天了 所以他連打了十天 他連打了十天飛彈 你看這一次這個飛彈 從北海道 往青森下來過來 北海道 本州兩個地方 青森現在本州 是日本的東北部 打下來 嚇人的就是 17馬赫 時速17馬赫 擺明了就是超高音速飛彈 而且從日本的上空打過來 代表什麼 我真的要打你 連辦法都沒有 而且不要忘記 日本是有核武的 北韓是有核武的 日本是沒有核武的 所以你看日本的反應 是非常非常的震驚 嚇死了 非常非常震驚 這個時候 在國際一片混亂的時候 你如果說在那邊 點點不點不敢吭氣 最後 柿子軟的你就被吃掉 專挑軟柿子吃 強悍的大家就不去碰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時候 展現他一個強悍的 不要來惹我 那為什麼現在美國的文章 一直都做在台海呢 就是我們這邊有個軟柿子 百依百順 你都聽別人的 那現在把你主導權 台灣政策法弄完以後 主導權給拿走了 對 北韓 不是你這一套 就是硬 而且他是觀察了 曼九選擇這個時機出手 然後把他的超高因素 在這個時候打出來以後 這些國家都傻了 所以才會 南韓還自己飛彈攻擊 還打到自己人 手忙腳亂 這些國家 你不要看 基本上 都是找什麼 找軟柿子吃的 金小胖以現在他 我認為他在北韓的地位 可以說越來越穩固 越來越穩固 在這個大變動的局勢裡面 他不會保持承諾 而是在適當時機 展現實力 告訴別人 不要想動我一點腦筋 我現在 已經不是三年前 我的武器給你看一下 五千公里 你到關島你也給我小心點 全部警告了 那南韓更不在他眼裡 你南韓你有什麼 你有核武器嗎 你沒有核武器你就給我 乖乖的 就給我乖乖的 而且你隐其樂有什麼好拽的 一下把我當敵人 那我就給你示威嘛 所以我是覺得 金小胖是蠻厲害 另外他跟俄羅斯 跟中國大陸關係 他都搞得非常神秘 他都搞得非常神秘 這就是刀 讓人家摸不清 他的底是什麼 後台老闆到底是誰啊 金小胖這麼牛 哇 誰都不怕 對不對 要美國當時 川普去遺尊救教 去跟他請示 我還記得他們在那個板門店 玩得多大 世紀啊 跨過去跨過來這樣 不得了 對啊 而且你跟文在寅 最後大家談不攏的時候 就把你那個兩韓合作大樓 當場給你炸掉 對 這就是什麼 這叫膽勢 在國際社會裡面 弱者 必被人欺負 強者 人家就會怕你 所以 金小胖 說實話 他這個北韓 他這個 這個國家 實在不怎麼樣的國家 真的被他玩到 超過他的物質條件 大家都要看他 他這個隨便一出手啊 沒有全球震驚整個區域 也嚇破一大堆人的膽子 這就是他的厲害的地方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他比較溫和 儘量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 一直噴酒精 好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 就可以買到